好 來到了關心這個美股的時間了 我們今天看到美股在稍早開盤的時候 今天開盤的表現跟昨天就截然不同了 那也這樣 趕快我們就邀請到 芝加哥商業教育所的講師 王文明 老師晚安 老師 今天美股走勢 很明顯的開盤跟昨天蠻不一樣的 這個狀況到底是什麼 開盤重點 要把時間交給你 我想這個目前 整個市場呈現比較觀望 尤其是債券價格持續的下跌 其實對整個經濟而言 就相對顯得信心比較薄弱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美元指數沒有特別強 過去幾天比較頹勢 是因為美元走勢特別強 所以資金往美元靠攏 可是今天美元其實是 維持在平盤附近 甚至比前兩天還稍微下跌一點 前兩天還在105附近了 那今天的期貨盤已經跌到104.6 可是美元跌下來之後 歐元也沒有特別的強勁 歐元的債券跟美國的債券 還在持續下跌當中 沒有相對的止跌 所以反而今天歐洲債券跌幅相當的驚人 目前歐洲債券的報價 相對於2022年的1月初 已經跌幅將近40% 所以投資朋友如果說你 目前有投資理財的需求 對債券可能要避之為恐不及 為什麼 因為在升息循環裡頭 債券的價格 它的市場的價格 就會持續的下跌 連美國國債跟歐債都已經撐不住了 已經跌了40%了 那今天除了美元跌之外 原物料價格也走跌 所以今天有點反常 資金往哪邊去了 資金往歐洲歐元去了 所以今天的歐元跟歐股還行 但歐債不行 但原物料也不太好 今天農作物的跌幅是持續的擴大 包含黃豆今天來到一桶1500 小麥跟這跌幅算是相對劇烈的 今年年初的小麥一桶大概795 現在一桶在708跌了將近10% 所以其實對通貨膨脹而言 農作物這個價格算是已經有掉下來了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聯準會的升息 可能可以稍微趨緩一點 因為如果我們用統計的方式去思考 二月份的整個物價其實是有下來的 那麼黃金也是 黃金現在跌到一樣是1815 那工業金屬的白金白銀也好 目前都跌幅在一個百分點上下 大概只有石油還在維持在平盤附近 我們之前有提醒投資朋友 在75到78之間 這邊是處於目前供需蠻平衡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附近 行情已經持續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看起來石油價格還會穩定的在這個附近 那今天開盤之後 我想這個本來納斯大克 S&P Dow Jones在上星 昨天算是轉強了 可是今天一開盤就走弱 我們覺得這個跟目前的財報周 還有跟目前這個對經濟的信心不足 跟債捐的脫離有比較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目前整個主要指數目前都是比較 都是綠油油的一片 那在這裡頭相對比較強勢的 我們可以看到是特斯拉跟FB 還有Netflix這三檔股票 目前還可以維持在平盤以上 大部分的科技類股都已經下跌了 那其中跌的比較重的 包含ASMO AMD跟NVIDIA 這幾個跟台灣晶片廠商比較有關聯 ASMO今天跌了三個百分點 另外跟民生物資相關的末端通路 零售股像Walmart Costco 還有一些生技族群今天表現都不太好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由於物價在一月份的統計 在二月份的利率決策 到目前為止二月底以來 整個市場還沒有恢復信心 所以我想這個政府的聯準會的數據 待會會有點延遲 我們希望三月份這個升息的部分 其實或許可以做一些調整 因為畢竟二月的物價確實有掉下來 那麼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先交還彭內主播 好今天還是沒有台股的部分 最主要因為我們還在放228連假 明天我們就可以持續鎖定 我們進新聞 夜間新聞 就可以來關心台股的表現了 但是今天還是有一些東西 可以請老師來替大家深入解析一下 像是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美元指數儘管是有稍微的拉回 但是亞洲貨幣的部分 像是日元還有人民幣 最近都持續的貶值 我們就想請教老師了 這對於台灣的經濟來說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嗎 因為亞洲本來就是屬於比較出口國 所以像日元人民幣 目前淨相貶值 尤其日元跟人民幣的 大家如果看到的現行來講 其實走得非常的 這個跌得非常是急的 因為我們看到日元的新的 這個央行總裁 對於目前的這個通貨膨脹的 還沒有達標 所以日元被他喊話以後 日元到目前為止 從一月以來已經跌了7.5個百分點 那人民幣也從一塊錢 對6.55到現在已經變 一塊錢對6.95大概也跌了5個百分點 所以如果這兩個出口國 包含日本中國這兩個大型的出口國 都還要貶值的話 那台灣其實就會深受其害 因為畢竟我們有很多的出口物資 要跟他們相競爭 所以亞洲貨幣競貶 對我國的一些加工處 也是相對比較不利的 比方說像紡織零件 一些工具機等等 這些就比較不好 但是對晶圓加工 這些高階的電子製程 可能相對就比較有利 因為萬一新台幣也貶值的話 那其實對這些台灣工廠而言 這些晶圓工廠 其實又可以賺到更多的匯差 所以就會產生產業之間 對匯率的這個影響性 會有一些不同的影響 有些會變成業績衰退 有些變成賺了匯差 所以投資朋友要關心一下 新台幣匯率在貶值之後 這些廠商不同的 面對匯率是不同的損益 所以我相信這個目前 這個雅谷 今天其實表現算是比較平穩 沒有太大的漲跌 也因為昨天美股的關係 所以今天亞股 並沒有很大的表現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中國的概念股裡頭 比較相對強勢的 其實可以把它聯想到台灣來 比方說像百度 百度也在走AI的概念股 所以百度今天走勢相對強勁 因為航空股 他們現在大概也開始解封可以旅遊 所以他們今天中國的航空股 今天也是表現相當不錯 而因為人民幣貶值的關係 比較相對弱勢就是金融類股 所以把這幾個族群放在台灣 也可能是民間台灣的走勢 所以值得投資朋友去關注 那麼以上是雅谷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還彭雷主播 下載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